我先來科普一下 電動牙刷跟普通牙刷比起來 它其實有三個優點 第一 它刷毛自己會動 這不是廢話嗎 如果是音波型的電動牙刷 它每分鐘 震動的頻率就高達三萬次了 這數字太高 你可能很難想像是什麼意義 好意義 其實它換算成普通牙刷 它就代表你用普通牙刷 你必須每秒鐘刷五百次 才有那種同樣的效果 請問一下 你的手術辦得到嗎 以前我做過一張衛教的slide 裡面有人發問說 請問美白牙膏到底有沒有用 我裡面的醫生回覆說 你只要一顆牙齒刷一千下 應該就有用 你以為我是在講幹話嗎 一顆牙齒刷一千下 是要刷到民國幾年 電動牙刷兩秒鐘就辦到的事情 搶到沒朋友 不過聰明的白粉 一定馬上就想到一個問題 電動牙刷這麼屌這麼狗 難道它不會容易刷好牙齒嗎 這我們就帶到了電動牙刷 它第二個優點 那就是智能偵測你刷牙的力道和時間 這個其實已經算是 現代電動牙刷它的標配了 畢竟全台灣大概8-7%的人 都有太快有太大力的童兵 然後你出門刷牙刷得太嗨 它就會像民宿老闆一樣 叫你Calm Down下來 那最後一個優點是什麼呢 最後一個優點就是 很貴 你現在已經在螢幕前面怒掉 蛤很貴也是一個優點 欸沒錯有時候很貴就是一個優點 東西很貴啊錢都花了 還是用一下嘛不然錢就浪費掉 像前一陣子我想學電吉他 我就故意進去裡面挑一把最貴的 讓自己有一股心理的壓力 欸這怎麼那麼貴啊 我覺得想辦法一定要去把電吉他好好的學好 那你有談嗎 啊還沒啊 電動牙刷和普通的牙刷 它刷牙的方式哪裡不一樣 首先這一點最重要 所以我放在最前面 普通牙刷換到電動牙刷的人 一開始一定會忽略掉 一時足成千古恨子 我一開始也中招了 一定要記得喔 把牙膏擠到牙刷 放到嘴巴裡之後再打開開關 還有哪些需要注意 拜託你用電動牙刷的時候 手不要在那裡動來動去 電動牙刷都跟你講說 它是電動了 你不要在手那裡來回嚕來回嚕 你吹電風扇的時候 你會把電風扇拿起來當扇子傷嗎 正確的電動牙刷使用方法 就是把牙刷放到你要清 該清潔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裡不要動了 讓它自己好好做 它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過了大概兩到五秒之後 再把它換到下一顆或下兩顆牙齒 然後再一樣就是不要動它 讓它自己好好做它的事情就好了 OK 節目最後我用三個比較大家常問的問題 來為大家總結一下 第一電動牙刷真的可以 美白牙齒嗎 答案是可以 因為畢竟它在同樣的時間之內 它刷的次數硬生生就是 比手動牙刷還要多下嘛 所以它在去除食物色素這方面 一定會比手動牙刷強得多了 但是也不可能說 你的牙齒用電動牙刷之後 就從這樣變成這樣 想太多了 不可能不要做夢了好嗎 第二題 電動牙刷可以取代洗牙嗎 當然不行啊 電動牙刷就比較厲害的牙刷而已 怎麼可能可以取代洗牙 有的廣告上面還標榜什麼微洗牙的 雖然說我就是用它們家的牙刷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要吐槽一下 微洗牙到底是什麼鬼啊 以前的高中化學 我幾乎全部都忘了 但是化學老師 他講了一句話跟我們解釋說 糖精不是糖這件事情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他說糖精不是糖 就像大腸精不是大腸 狐狸精不是狐狸一樣 微洗牙也是一樣 微洗牙不是洗牙 就像微禮安不是禮安 反正微洗牙不是洗牙 它只是感覺很像洗牙而已 各位白粉不要搞混就好了 最後一題 電動牙刷可以取代牙線嗎 答案當然是不行啊 牙線和電動牙刷是兩回事 就算你和我一樣 是百年難得一件的刷牙奇才 你牙線還是必須要用的 蛤 我好像聽到有人說 牙線很難用啊 牙線棒可不可以啊 沖牙機可不可以啊 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留到第三部曲 解牙輔助品 來為大家解說